国际智慧城市论坛 每年选拔出世界前几大智慧城市 而桃园在2017年的竞争中 已经取得了前七名的好成绩 论坛主席John也在进行访试桃园 观察桃园各项智慧建设的成果 郑文燦也亲自接待 更表示要一举夺下全球第一的智慧城市野心 市长郑文燦接过奖杯 这可是世界前七名的殊荣 国际智慧城市论坛ICF 每年举办智慧城市评选 就各个重点项目来比较 而我们的桃园在2017年的评比当中 从450个城市当中脱颖而出 获选前七名 正要争取六月即将公布的全球第一 ICF主席率队前来桃园进行实力的勘察 看了大概从绿能、通讯、教育、防灾 那到各项的这个智慧城市的建设 他都做了很完整的考察 那我想智慧城市是要让市民生活更Smart 那同时也有产业导向、未来导向 进入了最后七个城市的选拔 ICF的主席亲自来到桃园访市 桃园在评比的各个项目当中表现优异 包含WiFi热点的设置、智慧课堂的实施 市民卡的多功能、创新产业的发展等等 市府积极推动各项政策 也都是角逐全球第一智慧城市的利器 那我们认为桃园发展亚洲矽谷计划 就是要结合智慧城市 那这次的评比能够进入前七名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因为全球有1000个城市 号称智慧城市 那台湾也有大概11个城市 被列为这个评选的范围 那我们会尽全力 把我们在智慧城市的成果 把它做最好的展现 那希望6月份在纽约颁奖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 全球第一和智慧城市都是响亮的名声 对于桃园在国际的能见度上 也有极大的注意 希望桃园能够在接下来的评选当中脱颖而出 拿下好成绩 桃园先新闻 陈彦任 市府采访报导